今天就会来教大家怎么用这个Procreate Dreams 这个Dreams呢它是Procreate新出的专门用来做动画的软体 然后如果是还没有iPad的人呢 现在还没有买iPad的人 然后你对这个Dreams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大推买这个12.9寸 等一下你们看界面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推12.9寸 那如果你用的是iPad mini的话 用Dreams用起来应该会蛮痛苦的 因为它的轨道它主要就是有轨道剪辑的部分 所以它会占用掉大概三分之一的画面 我先讲一下它价格的部分是690块台币 那之前的Procreate幻化的是现在涨到490了 那690这个价钱我真的说非常非常的佛心 因为如果你用的是Adobe的软体的话 一个月的月费也最便宜也要600多块 所以你只要用到第二个月就会比用电脑的Adobe还要划算了 就是非常的佛而且它会一直更新 那这个Dreams呢我现在刚使用了一天嘛 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种 Appropriate刚出来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就是功能还有一点点阳春可是基本上蛮够用的 那我觉得早期先下载下来 然后之后慢慢加入新功能的时候 这样学习的过程也会比较顺利一点 就比较不会说你可能过个一年两年再来载这个Dreams 然后到时候有可能它的功能会变得很多 然后可能就学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那我觉得早期虽然功能阳春 但好处就是比较好学 它虽然阳春嘛 但是它的功能是真的已经很完整了 应该说该有的功能都有 只是有一些功能感觉之后 可以再变得更直觉或是更方便一点 但是以一个iPad的软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功能已经不输电脑的动画软体 那尤其大部分的人应该也没有 都要做一些很专业的商业用的动画 所以以自己做创作来说 这个690的Procreate Dreams很好用很够用 那这边呢就是打开来进到Procreate Dreams 第一个会看到的画面 然后左边这里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是在我的iPad 一个是iCloud Drive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点这个 左上角这个按钮 那这点很棒的就是 之前的Procreate没有分成iCloud Drive 就你只能存在你的iPad里面 那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换了iPad 或是你的iPad出了什么问题坏掉了 或是软体坏掉了 那你的档案就有机会会坏掉 会找不到 所以都要自己手动被分到云端 这个呢是我昨天晚上用干出来的动画 那我可以先播一次给大家看 其实蛮短的蛮简单的 那你可以用四根手指按一下 它就会变全萤幕 跟Procreate的预设的手势是一样的 如果你原本就有使用过Procreate 或是原本就有使用过别的动画软体 或是有使用过剪辑软体的人呢 学这个Procreate Dreams会非常非常快 就学会 底下这里就是轨道的部分 轨道的话就跟剪辑软体的轨道是一样的 那它可以分成好几个轨道 那它跟涂层的概念是一样的 越上面的东西会盖出越下面的东西 那放大的话就只要两根手指这样就可以放大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个轨道变大 你只想要它的缩涂变大 就是上下变大的话 可以用三根手指头这样上下移动 那放大之后你就可以看比较清楚里面的缩涂 像是如果你有画一些竹隔 一个一个画动作的 这样看就会比较看得到在画什么 就会比较容易找到你的东西 那这边呢 一个一个的 就这样一条一条的叫做轨道 那它里面好像也叫做轨迹吧 就是长按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叫删除轨迹的东西 像这边 这里有一个勾勾打开关掉 就是可以预览打开或关掉你的这个轨道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打开之后呢 就是里面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好几个片段 就是这一整条呢 我会把它叫做轨道 然后轨道打开之后 这一整个东西我会把它叫做片段 那这个片段 一样它也是一个群组 打开之后里面也还有片段 那这些片段呢 它都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一个片段呢 它就这一格里面的图案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这一格里面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变化 就是固定的 那你要移动到下一格的时候 它的动作就会出现变化 上面这个是线稿 然后下面这个是上色的 就是我把这只猫咪的线稿 跟颜色分开在不同的轨道 那以前画图的时候 可能就是把线稿跟颜色分开在不同的图层 这样比较方便做修改 那在这个Dreams 就是动画软体里面也是一样的逻辑 就是你把轨道拆开的话 会比较方便做修改 以及在画图的时候可以 就是像这样子 只有线稿的时候 只有线条的时候 我就一次把所有的动作画完 那因为只有线条嘛 没有颜色盖在那边 所以这样会比较好去判断 动作有没有流畅 然后确认这个动作流畅之后 再去画上颜色 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 然后之前的Procreate嘛 Procreate的动画功能 就是你真的只能组个 一个一个的去画 但是Dreams里面呢 因为它是专业的动画软体 所以它有可以让你做 关键诊 关键影格 像我这里有一只鸟飞过去 那这边 把这个轨道放大之后啊 可以看到 这边是我 这个鸟的群组 一直把它点开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最底下就是 一格一格的鸟 就是这个鸟飞过去的动作 我只画了两格 就是翅膀 一个是往上 一个是翅膀 往下 但是我画完这两格之后呢 我可以用关键针的方式 来让它这样子移动过去 就是让它从 窗户的右边飞到窗户的左边 这个用到的是 关键针 可以看到下面有这个 一个一个的 就是关键针 或是你要叫关键影格 那传统在做动画的时候 像我用电脑的动画软体 如果要做一些这种 物品移动啊 这个关键影格 就是你要一个一个去设定 比方说在这个位置 你的物品要在哪里 然后在这个位置 你的物品要移动到哪里 然后中间这个过程 它移动的速度 可能就会很死板 然后你就要再用一些 更进阶的动画软体的功能 才有去办法让你的速度 有一些比方说缓进缓出的 就不是这么直线的速度 就是让它会再流上 再自然一点 但是Dreams也有一个超赞 我觉得也是它主打的功能 就是动画录制 就画好几只鸟嘛 然后我只要这样子 把它抓抓抓抓过来 就可以让它完成 这个飞过去的动作 那这边一样是点右上角 就可以进来新增档案的画面 那它这几个是内建的 社群媒体 现在最常用的就是直的 点击4K的地方 就可以调整档案的尺寸 或是进到档案之后 也可以在设定的地方 再去做调整 那这边你可以先设定 你想要的每秒一格数 那如果你用24格去画 会发现你要画很久 才能画完一秒 因为24格就是一秒里面 有24张图 那如果你要画足格的话 一个一个 每一秒你就要画24张 画的会累死 那我觉得选12就蛮够用的 那这个时长可以先设定 可以先抓个大概 因为进去之后 一样都可以再做调整 那30秒啊 听起来蛮短的 但是实际上在画 就会发现30秒还蛮漫长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示范 5秒而已 我花了2个小时才画完 那这边设定好之后 看你要按绘图或空白 其实没什么差 空白进去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轨道的 那绘图进来 它就预设给你一个绘图的轨道 按这个Dream 3的地方 这是它预设的文件名称 就是如果你有改过的话 就会是你设定的一个名称 点这个文件名称进来之后 这里就是有给你设定的地方 那点上面的属性 这边就可以看到 一样可以再修改你的 美妙音格数 那这个呢 假设说你已经设定好 12格 就12FPS的这个 美妙音格数 然后你真的画了一些图之后 你要再把它改成24FPS 那你的动画长度就会 整个变短 你就会变成只有剩下一半的长度 所以一样就是建议大家 这个开始画之后就不要再改了 那如果真的逼不得已要改的话 就是后面会需要花一点时间 来调整你的档案 那时长一样这边可以设定 然后宽度高度就是这边可以再做设定 那如果一般HD的话 就是1080x1920 那你也可以改一下作者的名字 再来这个五台 这个叫做洋葱皮混合竹影格 它是一个葱皮纸的功能 关闭的话 竹影格就会是你正在使用的实际颜色 那开启的话 你正在画的那个竹影格 就会变成你前后洋葱皮设定的颜色 然后在这边的时间轴 这个就跟Procreate的动画里面一样 是设定你的动画预览播放的时候 就是当你按下这个播放之后 它会怎么播 如果循环它就是会一直从头到尾 一直播一直播 播到你按下暂停为止 那我用乒乓它就是会来回来回的播 然后用单次播放它就是一次播完 然后就停了 不会再播第二次 分享的地方是你动画做好之后 要汇出的地方 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汇出的时候再来讲 然后这边有一个偏好设定 那第一个能力可以选 笔刷尺寸和不透明度 特别难 你要在左边还是右边 就是这个东西 这里是你画图的时候 笔刷调整的位置 那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你就放你习惯用的地方 用太笔刷缩放这个功能 把它打开的话呢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随便画个一笔 然后我再把画布给放大 再画一笔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两条线的粗细是一样的 那把动态笔刷缩放关闭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一样画一条线 那我再把画布放大之后再画一条线 那以我们眼睛看到的比例来说 这条线跟我刚画的线粗细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实际上在画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再来这个于开始时添加关键影格 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呢 就是我在片段的中间 新增了一个滤镜或是移动等等的效果 那调整之后 就可以看到前面 就是片段最前面的地方 自动多出了一个关键影格 那如果把这个功能关闭的话呢 那我一样在片段的中间新增一个滤镜 这时候做完调整之后前面就不会自动添加一个关键影格 然后启用你手指绘图 把这个关掉之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在画面里面画出东西 会一直就是这样手放在上面就碰到 然后在画图的时候就一直去碰到 那这跟Properate是一样的 所以就把它关掉 以手指启用时间轴编辑的话 时间轴编辑是在这边 关掉的话你就没办法用你的手指来编辑这个时间轴 你就只能用笔 对吧 就是这样用笔可以 然后用手指就不行 然后捏缩舞台以旋转就是跟Properate画图的时候一样 如果关掉就没办法这样子转 那打开 打开就可以这样转 就是画图的时候比较方便 快速撤销延迟这个就是你可以画很多次很多次 然后这样子按着上一步 那这个延迟设定的就是你按着多久 它会开始快速的上一步 然后这两个是储存的撤销步骤 我觉得这个功能蛮酷的 就是你可以看你的iPad容量 先不确定是容量会影响 还是iPad的型号会影响 总之如果你的iPad 你用你的iPad在用这个Dreams的时候很常当机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把储存的撤销步骤减少 那你可以按上一步的次数会变少 可是可能可以让你的iPad跑得更顺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iPad有点厉害 好像可以开很多的话 是可以开多一点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害怕会画错 或是弄错东西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上一步可以用 那预设50我就先用50 然后帮助的话点进去就是它官方的那个网页 应该是就是帮助中心 会有一些FAQ之类的 找不到笔刷汇入的位置 之前买好的不知道怎么套到这里使用 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稍微运用一下iPad会有的逻辑 那我先把我的iPad转成橫的 来把Procreate 放到旁边这样子便分割画面 那常在用iPad的人呢应该很习惯 就是你有些东西可以从这边直接拖到另外一个APP里面 Procreate跟Procreate Dreams 在这个功能里面非常非常的好用 任何你想到可以拖过来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把它拖看看 打开你的这个笔刷 那把它拖过来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你可以捏着单个笔刷 或是捏着这个裙组拖过来 然后你看到旁边有一个绿色的夹 有绿色的夹就表示它们是有相容的 它是可以形成过去的 打开之后呢就出现了 Dreams的笔刷目前还不能编辑 就是你可以点下去 就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叫出那个调整的东西 那左右滑目前也还没有东西 自己放进来的看起来可以删除 那它内建的原本就有的看起来是还不能删除 然后它目前呢就是你还没办法调整 这个笔刷群组的位置 这些都还不能调整 不能调整它的位置 但是它现在有这个 让你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之后应该是可以调整位置 我再猜啦 Procreate里面有一些就是 像这个稳定化 就是这个笔刷工作室 这一整个笔刷工作室 在Dreams里面都还没有 然后包括Procreate的设定这边 你可以设定你的压力和平滑 这个呢 Dreams里面也还没有 所以如果你觉得在 Dreams这边用的笔刷 有点不太顺 不太好用的话 可能目前呢 就是你要在Procreate这里 再把它设定一下 再把它挥过来 那这个Dreams它的调色啊涂层 就是这里的界面都跟Procreate是一样 这边可以比较一下 可以看到吧 就是最右边这里都是调色盘 那一样你可以选择你要方形的 或是圆形的 那调色盘呢 是跟我原本Procreate内建的 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Procreate 后面的几个版本 也有调整这个 调色盘的预设的 这个色票 那这边我就可以把一些 比方说常用的 猫猫我也把它拖过来 好那我就有一个猫猫 然后我觉得最困扰的是它的这个涂层 没办法调整位置 就是它这边可以新增画图的涂层 可是你看我长按它 什么事都没发生 左滑可以删除 然后右滑可以选取 可是选取之后只能删除 它目前点左边这里也只有 清除跟重新命名 清除是如果你画面里面有画一些东西的话 然后你按清除是清除 你画不上的东西 然后点N里面 一样有这个涂层属性 这个是我觉得好险 它有把这个功能搬过来 跟透明度 这边可以选 然后有一点也是我觉得小不方便 就是在Procreate里面 有左上角这个啊 就是里面的这种 选取然后移动的这个功能 目前在Dreams里面也没有 所以就是假设我现在画好这个东西 我要把它 我画一个可爱一点的东西 但每次我在剪我YouTube的示范影片 我就乱画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就是假设我现在画一个这只猫咪呢 然后我如果想要把它移动到画部的正中间 那如果是用Procreate的话 可以用那个选取或是移动 直接把它移动过来 但是在Dreams这边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现在这个有打开 有打开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左上角 这里有些绘图&绘画 是现在的界面 那如果你按完成的话 它就会退出来 或是你这边再多点一下 它就会退出来 退出来的这里是 什么都没有界面 就这个界面没有什么名称 但是这边在这个界面 你就可以去做缩放 可以做缩放跟移动调整位置 那刚刚那个一直跑来跑去 是因为它的锚点没有在正中间 这里有个小小的十字 就是你把它移动到正中间的话 那这边有些现在是编辑锚点 你这样缩放它就会用中间来缩放 抓虚线这里可以让它就是 你可以改变它的高度跟宽度的比例 点四角其中一个点 点一下叫做这个圆弧 新发现都转几圈 呃涂层呢 就是刚刚有说它不能换位置嘛 所以假设说我现在 刚好我刚刚是有新增的涂层画在上面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它的下层上色 但是如果说你的 你的一开始涂层就是只有一个 然后你下面没有再多放一个涂层的话 你按加它的涂层就全部都只能放在上面 所以这时候你画的东西一定会盖住下面的东西 就会直接在轨道这边 新增一个轨道 按一个新增轨道 然后 先随便涂一点东西 这里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绘图的轨道 然后可以捏着它把它移动下来 就是只能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在已经画好东西的底下 要再画东西的话 就只能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功能呢 要说不方便吗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方便 因为像这个 两个现在是分开的嘛 但是如果我想让它们一起移动的话 我先把它们调到一样的长度 调到一样的长度之后 按这个东西 这个是时间轴编辑 然后把它们两个一起圈起来 然后长按 长按之后按群组 它们就会变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所以这时候你要再去移动它的位置 或是你要去给它做这个放大缩小 它们就会一起动 所以就跟你画在同一个档案的不同图层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有时候可能也要判断一下 哪些东西你要画在同一个片段的不同图层 哪些东西你要画在不同轨道 不同片段里面 只要多画 然后各种东西都画过 就会比较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用 那这个如果你有些新增空白的轨迹 你可以长按把它删除 不删也不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强迫症看到一个空的轨迹在那边 就很想把它按掉 这个就是快速捏一下 它就会变成符合萤幕尺寸 那这个功能跟Procreate是一样的 后来Procreate里面先汇出一个GIF档 好很想一个GIF 上面的确没有Dreams的选项 好这个没错它只会有第一帧 如果是直接把Procreate档整个抓过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有动画的Procreate档 它就会自己动 而且里面有群组 把它一个影格 就直接一个图层一个影格 就直接变一个影格 图层也还在耶 它们真的在自己家的两个APP之间的 那个共同性做得很棒 好那这样如果大家 原本Procreate里面就有做一些动画的话 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配入到你的Dreams 然后看可以把它们加背景还是干嘛 看过来颜色也太怪 我也觉得它的颜色色彩设定 因为Dreams现在没有让你设定色彩的地方 因为它颜色看起来是色偏而已 可以用滤镜 这边有个HSB 可以稍稍调一下它的色彩平衡 这样就正常了 我来找一个之前画的插画 有分涂层的 这个分很多涂层 好可以拍一个4K 然后把这个档案丢过来 涂层全部都还在 超赞 那像现在就是我把全部放在同一个涂层 但是我想要让里面的东西拆开 就是可以直接复制这个片段 拖上来 要把汇入Procreate Dreams的档案图层拆开的话 有一个更快的方式 就是在片段的地方长按 然后点选将图层转换为轨迹 点下去之后呢 原本档案里的图层 就会变成一道一道的轨迹了 那再来我要做一个这个女生起家车过去 然后后面的东西跟着动的画面 就想象一下你坐在车上 然后看窗外的时候 是不是越近的东西会动得越快 然后越远的就是天上的云 然后最远最远的那个山 就是动的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只要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 做出一些速度差 就可以让你的画面移动的看起来更逼真 首先让这个叶子 然后让后面的树跟叶子往那边动 那Dreams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画部画面 那它外面是还有一些空间的 所以你可以做出一些这种平移 平移缩放的效果 小鸟 那最后是圆景 影片的部分 这边点加 然后这里有一个影片可以放 好这是之前上课示范画一颗南瓜的缩食 然后现在这个影片放进来了 影片的话没办法有第二个轨道 就是假设我把它复制 它会出现在后面 所以你在同一轨里面放很多个影片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移动到下一个轨道去 就不行 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片段连在一起 但是把它拖过来不行不能有第二个轨道 如果你是拍影片为主的人呢 你想要做一些短片做一些短影音 或是你甚至做长影片也可以 你就可以用Dreams 然后像这样放一个影片 起来 然后上面这边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 比方说你可以手写字 像我今天发的那个IG上面的reels 就是用Dreams去做的 假设这边我就可以写 今日主题 南瓜 然后这边也可以这样子 分割 然后前面这一个呢 我可以把南瓜的字擦掉 或是你也可以用遮罩的方式 来做这种字轮流出现的效果 然后像这里啊 这个画面有擦除嘛 所以在擦除的同时 这个文字呢 你也可以给它做一些 不透明度的变化 把它拉到后面 这里把它调成0 它就会有一个Fade out的效果 这样 Fade out 好 彩色的地方画一个 这边选混合模式就可以有差了 那像这个如果是画动画 你可以先画好你的角色 然后一样用这个混合模式 上面新增的轨道 来去画影子跟光影 就画光影 会比较方便 那像有一颗猫头了 这颗猫头 非常适合来示范它的 动画录制的功能 录制的按钮点下去 然后我觉得它这一点真的很棒 就是如果我是用 剪辑软体之类的 像我要录音的时候啊 录音就是 当你按下去那个录制 它可能就会倒数321 然后就自己开始录制 但这一点很赞就是按下去 它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它会等到你开始有动作的时候 这个时间轴才会开始跑 所以像我现在都没有动它 它就不会动 它这个时间轴也不会开始算 你就不用说按了之后 马上就要去移动它 所以我就可以想一下 我要怎么移动 然后就是再来拖着它 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移动的这个效果 不喜欢的话 就两根手指点一下再一次 然后还可以做缩放 那如果想要只移动到它的位置 不想要去按到的话呢 就是可以按远一点 空白的地方 跟Procreate一样 好了之后再按一下 它就会录好了 那你就会获得一个动画 那正常啊 像我做那个 你要拍翅膀嘛 就是我只要画上下 两个动作 然后让它移动过去 就可以完成一个动画 那或是说你可以画 人走路 动物走路 走路的动作 你就画它原地走路 然后你只要用这个移动 让它拖过去 虽然说用走路 要用这种拖过去的话 就是你真的实际做起来 可能会觉得它看起来 像在那个太空漫步 但是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要画的 不是说很写实 是比较Q一点的动画 那就可以用这个 快速的让你的导色动起来 就是你只要画它两只脚 这样子这样子 原地移动 可能五格六格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这样拖 然后移动过去 然后画一片叶子 先把它移动到最上面 然后按复制 那这边就可以让它飘 好 飘到这边挺了的话 要怎么把后面的片段剪掉呢 一种是你可以把它缩小 然后到后面去把它拖过来 或是说你就拖到 然后把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那个 action的那个 投到你要剪的地方 按一下编辑 然后分割 然后把后面的删掉就好了 那这边现在是一个 同一个角度掉下来的落叶嘛 但是呢 它还是可以做旋转的 下面这里可以看到 有这个裁切形状一个一个点 就是它的关键影格 那这个关键影格是可以移动位置的 比方说我想要让它某一些地方的移动速度快一点的话 我可以点到这个影格之后 把这边已经剩一格了 就不能再拖了 把它点开然后拖过来 即便你用那个动作录制录完之后 你还是可以去为一条你录好的那些动作 然后像你要旋转的话 你可以去找到我想让它飘回来的地方 像这里 这里再飘回来 那这边先点一下 然后再调整 这个旋转 然后这边想让它移动慢一点 那刚才就是在这边做的地方说缩放啊 都可以去做调整 那时候一开始把它缩小一点 下面那个影格先点一下 填一下 再把它放大 那這樣就是可以 應該說可以分階段的去做出它的移動、旋轉跟放大 那之前在Procreate裡面畫動畫的時候 因為是一個一個畫 所以比較容易是你一開始可能超高 就要想好哪些地方要旋轉 哪些地方要做放大縮小 或是說你真的 畫完之後再一格一格的去調它的放大縮小的幅度跟旋轉的幅度 但是有這個關鍵針 主要是關鍵針的功能啦 很方便 那多了那個動畫錄製 就是可以讓移動的東西 或是塑放的東西變得更方便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的調 你就直接這樣手弄一弄 捏一捏動一動就好了 如果要把同一個效果的所有的關鍵影格關掉的話呢 你就是點進來 然後把它往左畫一下 可以一次清楚全部 再來呢我就來畫那個貓咪 跳起來好了 簡單一點的就是一個開合跳這樣子 那在畫這個 連續動作的時候啊 就是在畫一個比較精細的造型之前 一樣可以先畫個草稿 然後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那在畫草稿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的設定是1秒12格嘛 但是草稿的時候 我不會去把1秒12格全部畫完 我一樣就是會先把 比較幾個主要的動作先把它畫出來 然後你可以直接按那個播放 然後體感去感受一下秒數 然後說大概這裡想要讓它跳起來 然後這邊可以點兩下 就是把它放大到你可以看到一個一個 所以這邊按一個加之後呢 它後面就會切開了 它就會自動切開 這邊還有圖案 然後後面就沒有 這邊就變成一個 空白的下一個片段 你就可以去畫下一個動作 那這時候如果你要去比對前後動作的話 我們就會需要蔥皮紙 藏在拿藏在這個時間碼這邊 這裡點一下 就可以去設定你的蔥皮紙 洋蔥皮它現在叫洋蔥皮了 它Program裡面叫蔥皮紙 那編輯洋蔥皮 向後的向前的 就是現在向後的就是 後是這邊 後是比較以前叫做後 向前就是你的未來叫做前 所以前是這邊 這邊是前 這邊是後 你可以去改變洋蔥皮的顏色 那就是讓你比較好去判斷你的 哪一個線條是未來 哪個線條是過去 然後你可以設定你要看到前後 多遠 你想看到前後幾個影格 或是不透明度也可以做調整 原本的Procreate是 向前向後的 顯示的影格數量是同時設定 假設你設定2 那你就是可以看到前面兩個 跟後面兩個 那Dreams裡面呢 向前跟向後是可以分開設定的 所以就是如果我只需要看前一個動作 不需要看後一個動作的話 我可以把其中一邊就是 設成0 就看不到了 這個呢 它要 跳 好大概跳到這邊 然後刪除 然後我想要待後面再變回站著 這邊呢 這邊呢我可以按 一個方式是按 複製 複製的片段會直接在它的正後方 再把它 拖過來 有點難拖 就是你要整個越過那個片段才可以把它拖過來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也可以按 拖貝 Copy 然後把這個時間拖到後面再按貼上 它就會出現在後面 現在做好了一個它站著跳起來 然後再變回站著 然後這邊我想要讓它改成 中間多一個 蹲下的動作 那這裡呢我可以大概抓到中間 再按一下編輯分割 那這兩個片段它就會 剪開了 那剪開之後這兩個的內容會是一模一樣的 移到中間這個影格 然後把塗成 清楚 可以點開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到可以看到這個一個影格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洋蔥皮 那我想要讓它全部的動作都在快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就是手動去調這個片段的尾巴的長度 或是呢就是按這個 進來時間軸編輯 把它們全部選起來 之後按最後面 尾巴 它就會全部的片段都縮短 全部縮短之後 好像還是要一個一個把它 排好 這兩個再短一點 那這個草稿畫好之後啊 就是我會習慣把它全部 合成一個群組 因為再來呢我想在上面 新增一個軌道然後開始畫 那個碗稿 那這時候下面這個群組的 黑色這個顏色很深嘛 但是我們在畫草稿的時候會看不到 會無法判斷 所以這時候 假設說你這整個片段呢 你是要畫一個靜止的東西 你可以在 你繪圖的這個片段裡面直接去調整 塗成的透明度 那像我現在裡面已經有四個片段了 所以如果我要用這個方式我就要四個都調整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點一下這個 這個卡的東西 它點一下的時候會動 點一下之後按濾鏡 濾鏡裡面有一個不透明度 那就可以設定讓它不透明度低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在 上面 開始畫圖 那畫圖的時候啊如果覺得這個畫圖的地方太小 我們就只要把這個軌道 這樣往下拖 一拖下來就會自動出現這個翻頁數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畫逐格來說真的蠻方便的 我先不要畫臉 先不要畫臉 先把身體畫完 我們現在畫了一個 角色之後 你這樣翻會發現 它全部都 怎麼都停在那個動作 這個翻頁數你只要點一下把它按叉叉 然後點下來看軌道就知道翻了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軌道裡面的片段是 很長的嘛 所以這一整個紅色框框裡面 都會是這隻貓的動作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它翻翻到 它有蹲下來的這裡 蹲下來的前一格 按一下 然後這邊會出現加 那就把後面斷開了 這邊它就斷開了 後面這邊就是 一個影格的 長度而已 好那你就可以再把它弄下來 灰色這個是草稿 是下一層我們剛才畫的草稿 然後紫色的呢 是 洋蔥皮 這時候你就可以 兩個一起對照去畫出 蹲著的 這個動作 那對照是對照什麼呢 草稿的部分就是你要對照它的 動作 然後現稿的部分 或是你完稿的部分 要對照的是你的 角色的 一些大小啊 或是你畫比較細有一些 衣服造型等等 去對照你的造型有沒有一致 可以先調整 洋蔥皮的數量 夠看嗎 欸 夠看 好 那我這個動作 關鍵動作沒有差很多的話 我剛剛把洋蔥皮數量調高一點 就是我把它翻到 這個翻頁數翻到後面一點的地方 是可以同時看到 草稿跟前面的洋蔥皮 然後這時候再畫它跳起來 然後最後是落地回來的 站回來的 我們就可以回去找 前面站著的這個 靠背 這邊 按貼上 它就站回來了 這個也很方便 就是你在這邊翻頁數就可以做到 蠻多功能 可以不用一直點開來軌到這裡 再來就是要補上它中間的動作 讓它變得比較流暢 這邊就是 逐格小技巧 然後我現在在看的是 前面這個片段還有兩個影格長度 可是好像沒有辦法在 好像沒有辦法在 翻頁數的地方把它改成 只有一個影格的長度 那看起來呢 是要回來軌道的地方把它縮短 好那我現在 就是要畫這兩個 紫色跟橘色中間的影格 後面的草稿已經用不到它了 我就把狗狗關掉 就看不到它了 我要怎麼去判斷中間 這個位置的線要畫在哪 就你看這裡一條紫色 一條橘色 那 中間的話 就是畫在它們中間 然後腳也是 這個彎的 這個直的 你就畫在中間 那這樣它的動作就會是順的 然後蹲 跳起來 我覺得蹲的地方可以讓它 蹲得再停久一點點 那這邊我就按 複製好了 後面它就會多一個影格出來 複製之後呢 它不是把它的 片段影格變長 它是後面多一個 一樣的影格 跟你在這邊按片段的複製是一樣的 這個複製出來呢 如果只想要讓這個動作稍微微調一點點 我想讓它再蹲低一點點 所以這個畫圖的關掉 我把它手動 往下移一點點 然後再讓它的 角 角的地方改一下 跳的動作 這邊好像可以用那個 錄製的功能 我把它拖長一點 然後先讓它在 下來一點的地方 然後錄製 遠跳太久的話 就是這個把它往前拖就好 跳上要再跳下 那這邊我就 複製它 然後這也是降落 只是現在是複製了 它會往上連跳兩次 那這個呢應該可以 直接對掉它的位置 這樣就畫好一個 弄咪跳起來的 動作 很快 畫好之後 整個群組 然後我想要把它們都往前 拖到前面 然後再來幫它加表情 加表情的話 這時候你就可以 判斷一下 你想要把它分開在不同的軌道 還是 把它放在同一個 軌道裡面 表情的話感覺可以畫在 直接畫在同一個軌道 我把它那個 五官往下畫一點 是有種低頭的感覺 那這邊一樣要去對照一下每一個影格 你的眼睛的點的大小跟 眼睛的距離 嘴巴的寬度 不要 差太多 然後像 剛才是用那個 錄製的方式 去畫它的 去做一個跳踩的動作嘛 所以我畫好一個表情之後 這一整個片段都會是同一個表情 如果你想要 這一段 移動的過程裡面 表情是有變化的 那你可能就是要把表情 畫在另外一個 軌道 在群組裡面 新增軌道的話 軌道就是在群組裡 他們在不同軌道的時候 會看不到 前後的洋蔥皮 當然可以把它拖起來 拖起來再畫 那就可以看到它的 前一格的表情 這邊可以給它做一些 表情的變化 這格調整一下 按一下按移動 然後選移動與縮放 然後在下一個地方再按一下 然後把它的臉往下移動一點 然後這邊啊 你可以整理一下軌道的名稱 長按一下 然後可以重新命名 像這個是貓咪的 線稿 因為當你的軌道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整理的話會 很難找到你要的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顏色 這個叫亮步 它應該是highlight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有比較 重要一點的 或是你可以用顏色來分類 像是 線稿都用橘色 那底色的話你就在底色 另外一個顏色 或是說你也可以全部的貓有關的 貓的線稿 貓的底色貓的草稿都用橘色 然後 盆栽的線稿 盆栽的 顏色什麼的 全部用藍色 就是看你自己喜歡怎麼樣用顏色 分類 你看像這樣縮小的時候 顏色還是看得到的 然後下面是它的 要來畫貓咪的 顏色 那它目前 還沒有什麼 方便的上色功能 像是 Procreate裡面有殘照啊 或是你可以用選取的方式來上色 但慶幸的是 填色功能還是有的 然後這個色彩 快填 零戒指 還是有的 然後再來可以用翻頁書 然後一個一個的話 這邊就按個 加 不需要洋蔥皮了 可以把它隱藏 整個重畫好像有點慢 等一下應該可以用複製再改的方式 跳的這個呢 因為我們跳起來它的 移動的距離沒有很遠 就是我們的關鍵影格只有兩個 所以說可以把線稿跟 這個顏色分開來畫 因為我們等一下這個色塊呢 也只要設定多一個 位置移動的關鍵影格就好 但如果是像 如果你的東西移動的很遠的話 或是有移動格 有縮放又移動位置 就是移動調整的東西比較多的話 比方說這個跳起來就可以把 線稿底色 花紋什麼全部畫好之後 全部弄成一個群組 然後那個群組再去設定 再去做那個動畫錄製 動作錄製 把它拉長 那這邊就按一下這個移動 移動與縮放 然後移到 最後面 然後把它往上 這裡要先點一下 點一下它好亮起來 才能動 然後中間就檢查一下 對齊那個顏色 很像這個只有 四個影格 然後我只有調整它的位置 沒有調整它的縮放 所以手動設定一下還蠻快的 最後再畫 站著 前面有 就是可以用複製的 再來就是幫它畫它的花紋 那這邊我要先把它設成一個群組 啊 然後 Dreams有一點 我覺得很讚 就是Procreate還沒有東西 叫做 把群組拆開 點這個軌道任何一個地方 對 就有一個取消分組 你就可以把群組拆開 畫花紋啊 用Procreate的時候 應該就是會很 知覺的想說 那我就在塗層這邊 新增一個剪裁遮照 然後你就可以畫它的花紋 然後不 不超過這個範圍 可是呢 它這邊就是沒有剪裁遮照功能 可以用 也沒有alpha 鎖定可以用 所以在 同一個 片段裡面 用塗層的這個方式 就 不可行 只能 新增 一個軌道 那這個軌道呢 先 先隨便畫個東西 那它有一撮瀏海就好 現在這撮瀏海是吐出去的 那軌道這邊你可以選擇 這裡有一個遮罩 遮罩之後 這裡有一個叫剪裁遮罩 跟一個叫塗層遮罩 那用剪裁遮罩的話 跟Procreate剪裁遮罩一樣 就是它會直接用 下面這一層 這個軌道 來當作它的遮罩範圍 那順便示範 另外一個塗層遮罩是什麼 點下去之後呢 它也是跟 Procreate畫圖的 塗層遮罩的意思 是一樣的 現在變成 下面這一整個 軌跡的東西 只有上面這個 你把它作為遮罩的 這個範圍裡面 有 圖案 你就在這裡看到圖案 然後我自己 測試的話是 對就是它沒有辦法用 不同顏色來 來製作那個遮罩的不透明度 因為像用Procreate畫圖的話 你用 白色、灰色、黑色來畫遮罩 它的不透明度會是不一樣的 可是目前在這邊的話 好像你 不管設定任何顏色都 沒差 我就是你整個設定 這一整個遮罩的不透明度 沒辦法用筆刷跟顏色去區分 這個遮罩裡面不同地方的不透明度 剛點的是 塗層遮罩嘛 然後下面有一個叫導致的 導致按一下之後它就反過來 變成是這個範圍以外的才看得到 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就看不到 那就可以用這個功能去畫很多東西 像我的示範的那個動畫裡面 就是有一隻鳥 從窗戶後面飛過去嘛 那它身體在窗戶外面的時候 我不是把它的身體擦掉 我是用遮罩的方式 把它吐出去的地方遮住 這邊就一樣用 翻頁書的方式 這裡要按個 加 直接按加的話 它的遮罩就不見了 那 不要按夾 那用 複製的方式 複製 複製 那複製的話它原本舊的圖案還是在喔 可以看下面這個小縮圖 我從一個點邊 一個瀏海邊兩個瀏海邊三個瀏海 只是它在下面這個色塊的範圍以外 所以看不到 那像最後這個它有一部分在裡面就看得到了 那像現在這個移動喔 你就可以依照方便度去判斷你要 一格一格畫還是要再去做那個 移動縮放的關鍵影格 現在是因為只有一片瀏海 所以我就這樣 直接畫完 就比較容易一點 那如果畫的是全身的條紋的話 可能我就會選擇用 那個關鍵影格 那就不用畫那麼多一次 好含得好嘆口氣耶 畫圖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像該講的都有講到 這個就是不透明度 比如說它尺寸不透明度是一樣的 然後 喔 它沒有那個中間那個框框嘛 就是它沒有那些手勢 什麼三指往下滑 四指點一下 那些沒有 但是它有取色底管 就是長按 它就會有取色底管 所以你可以 去 吸 畫面裡面的顏色 先試一下背景能不能關掉 左下數字時間 感謝好野菜 好那我就可以再再來測試一次這個 分享 按這個自訂設定 然後選 影像 PMG 退出 沒有背景了 可以做PMG了 那如果要弄 透明背景的影片的話 目前看起來 一個方式就是 你把你的 背景設為綠色 設定一個 設定一個那個綠幕 的綠 有的是藍幕啦 你可以看你的 東西 如果你東西上面有綠色的話 就用藍色背景 反過來就一樣 用綠幕匯出之後 然後你放進一些 電腦的剪輯軟體 或是一些 IPAD剪輯軟體也可以 把那個綠幕弄掉 你可以獲得一個 透明背景的影片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用 那個匯出 PMG檔 它是逐格匯出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檔案裡面 他是這樣一格一格匯出的 所以你只要這樣 一格一格 就全部丟進 剪輯軟體裡面 他一樣會變成一個 這個動畫出來 最後一格好 是